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让神兴起 弟兄姊妹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大家一起来读一遍 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让神兴起 好了 很实际的一句话 耶和华 愿意求你兴起 求你兴起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让神兴起 早上你起床第一件事 主啊求你在我里面兴起 主啊求你在东华大学兴起 求你在受风在我会兴起 求你在花蕾丝在我会兴起 弟兄姊妹 需要从我们个人开始 需要兴起 而且 我意思是 因为 我在主的会书中 很久 我一直发现一件事 就是 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不够 如果主恢复中的真理 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 那不得了 那主的恢复啊 不得了 真的 人来到我们中间就说 神就在你们中间 所以说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当你早上起床 不管你几点起床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 主啊求你在我里面兴起 主啊求你在我里面兴起 那主在我里面兴起呢 在我个人的操练是 我大概早上五点十分起床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眼睛一张开就是赞美神 我这一周 我所读到的 全部都变成我的赞美 从赞美神开始 我的灵就兴起 弟兄姊妹需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不是理论 不是懂很多道理 那个都不能拯救我们 需要神每天在我们里面兴起来 第二件事 第二个点 弟兄姊妹请读一遍 在这一场和这一场 我们怎能经历以基督为重心 而入到神的起床 好结论 这个问题啊 我们弟兄设计的问题 应该是学生问的问题 很实际 对不对 好了 弟兄姊妹 如何经历以基督为重心 基督是我们生活的重心 基督是我们传扬的重心 基督也是我们经历的重心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 弟兄姊妹 我们在讲到重心的时候 你总要记得 就是我们要注视基督 我们需要注视基督 什么叫注视基督 其实在主的恢复中 我一直觉得一件事 我们常常说要呼求主的名 呼求主的名应该在生活中 阿们 弟兄姊妹要记得 我们不是来到聚会中 才开始 弟兄姊妹 我们开始呼求主名 阿们 那个叫表演 阿们 聚会总是我们生活的展览 阿们 是我们生活的活出 阿们 是我们生活的彰显 阿们 所以在生活里面 你就必须要 是一个呼求主的 阿们 呼求主 最好是 最好是 在生活中操练 你最好不要看到人 你才呼求 阿们 一看到我们聚会的弟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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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阿们 主耶稣 你要个人的时候就呼求主 阿们 常常呼求主 阿们 甚至弟兄姊妹 当我在这边讲的时候 你的身处在 默默地呼求主 阿们 主啊 我再转向 阿们 我不是在这里听到 主啊 我要遇见 阿们 你是我的中心 中心就是 祂是我们注视的目标 阿们 我们要注视神 阿们 我们常常很容易偏离神 阿们 注视我们的环境 注视我们的儿女 注视我们的 我们的工作 注视我们许许多多 但是就是不注视神 所以弟兄姊妹 盼望你一直要转回 阿们 我觉得在主会中 一种非常宝贝的就是 呼求主的名 阿们 但是千万不要变成口号 阿们 生活中都不呼求 阿们 来到聚会中开始 阿们 主耶稣 阿们 阿们 主耶稣 阿们 总算还不错 在聚会中才想到要呼求 但是很容易变成一个行事 阿们 很容易变成一个遗文 兄姊妹 当你一个人开车回家的时候 你要呼求他 阿们 没有人听见对不对 弟兄姊妹 没有人听见 没有 错了 主听见 主听见你的呼求 所以弟兄姊妹 呼求要成为我们的生物 阿们 好了 所以呢 弟兄姊妹 我们要经历基督为中心 而顾到神的行动 阿们 第一件事情 要一直的转向他 阿们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 太容易转离他 没事的呼求就是再转向他 阿们 甚至当你啊 当姊妹啊 在厨房做菜的时候 真的 你就在默默的呼求 阿们 主啊 叫我不是忙外面 叫我里面能够接触的 好 第三个 弟兄姊妹 请一同读一遍 第三个 我安养 努力是借着我们的享受 但若无法对照会生活有享受 怎么办 或者说 对照会生活不够享受怎么办 不够享受怎么办 弟兄姊妹常常说享受对不对 常常说享受 你也说享受 我也说享受 但是其实啊 你一个人啊 你暗中摸一摸 好像享受不太够 享受好像只有两分 好像只有三分 不太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弟兄姊妹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享受不太够 享受 弟兄姊妹有两件事 第一个 第一个 一定要读主的话 Amen 千万不能轻乎主的话 Amen 但是 弟兄姊妹不要忘了 主的话是 灵 主的话怎么成为灵 Amen 你读一读就一定要祷告 Amen 一定要祷告 Amen 你没有读主的话 你没有祷告 弟兄姊妹 你很难享受主 Amen 第二件事情 就是 祷告 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该要有个 第四祷告的社会 Amen 如果你没有 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我的秘诀 我就是告诉主 我说主啊 我没有办法建立 我求你把我建立 Amen 从此以后我就建立 Amen 所有属灵的得着 我都是这样得着的 Amen 我只把我的秘诀告诉你 Amen 我们啊 你想一切的办法 都没有办法 你只有告诉主 主我不能 Amen 求你坐在我的身上 Amen 我的英文名字是 迦勒 迦勒 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的名字是迦勒 Amen 我为什么没有气 约书亚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啊 我是认为说 主啊我不要做带头 我只要做配搭的 家乐就好 所以我就取名家乐 另有一个灵 Amen 专一人跟同主 Amen 这就是我的心智 Amen 弟兄姊妹享受 第二件事是祷告 祷告呢 定时祷告这件事情 弟兄姊妹 一定要建立起床的时候 Amen 你早上起床 你告诉主 你说主啊 求你让我早晨起床 第一件事 先来进去 Amen 我不是眼睛一张感觉 今天要爱宴 今天我要去哪里 要办什么事 都不是 先转向主 Amen 然后呢 在这个祷告中 我摸走一件事 弟兄姊妹 你知不知道啊 当我们去看病的时候 你到医生面前啊 医生他一定问你 对不对 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你就开始讲 我到晚上就会痛 而且痛得很厉害 他说那是哪里痛 那是后面痛 前面也痛 旁边通通都痛 丁公子妹 你说了半天之后啊 你知道一件事 就是 你就走 你就走 你没有啊 等医生啊 下诊断 开药给你 你就走 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就是 真的 你告诉主啊 哎呀许多事情 主啊我的儿女 主啊我的先生 主啊我的小羊 讲了半天啊 最后 我们有没有安静下来听主的话 这是关键 阿们 这是关键 我们有安静在主面前 听祂的说话 阿们 听祂在我们里面的启示 阿们 然后呢蒙祂的光照 阿们 向祂回改 阿们 与祂有甜美的交通 阿们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享受 所以弟兄姊妹 我要说 如果没有定时祷告 我们的弟兄姊妹说 就是没有道德 阿们 一定要建立起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才是一个真正诈人的生活 阿们 阿们